林香香回来做了 二部的总监助理 作为人力资源总监 我还是坚持 林香香是个难得的人才 对了 那件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是那个库管临时工稿的鬼 现在公司已经把他开除了 好的 杨总要不要亲自 看看这个右盘 林总 你昨天不是跟我说 要送我一个人情吗 不过这个人情 不是记在我身上 而是 杨森的画 让我心里遗憾 可是我只能沉默 我手里的U盘是空的 我没有证据 资料做好了吗 我可以 灵潇潇 嗯 我也留下了 再给你自我介绍一下 灵潇潇 销售二部总监助理 进名校的路可不止一条 回去 不要 不问问做什么 给你什么名字 不要 理由呢 SW不适合我 我还约了一个人 你也认识 要不等见到他你再做决定 没必要 你还约了谁聊些什么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娜娜 找到库馆刘军了吗 好 那你们先聊吧 我等结果 方总 孙娜娜和刘军要聊些什么 你现在有兴趣听了吗 那你先告诉我 那天你去库房干了什么 哪天啊 我们既然能找到刘军的老家 那你说我问的是哪一天 方总 这事儿和您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本来呢 这事儿是和我们有关系 可是林锐不这么想 她不相信一个小姑娘有胆 做出这么大的事儿 我认为在林锐的逻辑里 这个人是我 你说我都背锅了 该不该知道这口锅 到底是谁打出来的 你不愿意说 那我说 说得不对的地方你再补充 好不好 你好 我是销售衣部的林锐锐 你好 林总让我来盘一下秀儿梨的货 说今天下午发温州的那批出了点问题 少了两件面霜 但是我们的出库单又是对的 怎么会呢 我们反复核对后才出的库啊 咱们还是再查一下吧 找不到那两件面霜 咱俩都得扣钱 你也不想扣钱吧 那好吧 那麻烦了 去吧 面霜 是所有秀儿梨的货品 都得再查一遍 全部 那得清到几点啊 我其实都下班了 要不明天吧 林总亲自交代的 今天必须要弄完 要不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吧 好好好 没事 都在B区呢 一道清了吧 那多不好意思啊 要不我自己来吧 你自己 你自己得清到什么时候 早清完 我早下班啊 什么 早产 别急别急 我马上回来 我老婆生了 我得赶紧回去 你放心 我会关好门的 行 那仓库你一定要锁好 好嘞 行 这都是你瞎猜的 你有什么证据 知道你最大的漏洞 在哪里吗 人证 刘军 物证 监控录像 胆大心系这句成语 是不能分开的 你知道吗 方总 我就是想教训一下张晓鱼 我就是想赢 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林笑笑 我今天来是帮我自己 更是在帮你 你如果够聪明的话 就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医院电话是你安排的 不是我 我哪敢啊 也是碰巧 我当时就想着 能换一瓶试一瓶 可谁撑抢 刘军有事出去了 我一看 那些面霜都在那儿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 都给换尽力合理了 库房有几箱快过期面霜 也是碰巧 我来的第一周 去仓库清理过快过期面霜 再后来再去 发现他们还在那儿 方总 我多跟您坦白了 现在怎么办 观察力强 善于见机行事 最关键是胆子大 虽然还有点不够成熟 跟我干吧 但我回不去了 是杨总亲自赶我走的 刚才我问你 知道自己最大的漏洞在哪儿吗 监控 还有刘军 孙娜娜现在做的 是你第一时间早该做的事 她把事情办好 就没有人能挡着你回来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在国外啊 大学转学是很普遍的现象 忘了你是在杭州读的书 不好意思啊 销售二部总监助理 那这么看来 我们俩的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 准确地说 是刚刚开始 林晓晓 你等着看吧 我会把你打得心服口服 别着急啊 我说的打 是打单 你幼稚 明波地区的所有资料 麻烦今天下班之前 整理好交给我 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要我把一部的销售资料 交到二部 方总谈判要用 书总说了 请你们配合 书总 那我们林总明天还要见客户呢 也需要我整理资料 那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耽误了大谈判 谁都救不了你 让林晓晓再回到SW 您这次赢的 可不止杨总这一票 我们做销售的 做的不就是人力资源吗 我们赢大了 书总呢很快就会升职 我们跟着他 好好干 我们都没办法 这桩问题增品事件 被放进巧妙处理为 仓库工人失误 林晓晓就这样回到了SW 事情的真相 就这样被掩盖了 总是这样 有的人 有的人 会一不小心 就迷了路 是 可不得了 有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